今天湯姆介紹手工萃莓製作體驗 苦盡甘來的全新感受 一大早湯姆和茂哥前往台中市環中路的果菜市場 體驗手工萃莓食物操作 感謝茂哥的全力支援 全程指導實作 第一次來到果菜市場 首先要選擇適合的梅子 茂哥首選杏意香的梅子 他說今年因為雨水較缺 所以晚了大約兩個星期 梅子才有合適的產量 水果店的老闆有挑選12斤適合做萃莓的梅子 茂哥一口氣全包了 而做這萃莓的條件 茂哥毫不避嫌的告訴湯姆這個秘訣 就是硬度要夠 顆粒要夠大 今天這個超大顆的梅子 就是今天要做這12斤的萃莓 觀看這清清脆脆的梅子 口水已經流出來了 咱們開始吧 首先要加鹽去青 水果店有這項服務 茂哥說以前都用手工搓揉去青的 光搓揉去青這件事就要做到街市啊 一大早滿血的體力要先去掉了一大半 現在用這攪拌機只要幾分鐘就搞定啊 哈哈哈哈哈哈 茂哥有一個小偏方 他告訴水果店的老闆 加鹽的量要減半 時間要縮短 為什麼呢 因為要和時間賽跑 蛤 茂哥說 等回到工作室你就知道了 走吧 到下一站去 到了工作室之後第一步 就是趕緊讓去青後的梅子先去泡個澡 把梅子身上的鹽水洗乾淨 因為再慢 這梅子在鹽水裡泡太久了 就不脆了 哦 原來如此 下一個步驟是去苦水 將梅子原本的酸色部分給去除掉 茂哥拿了一個槌子給我 他說 這個梅子不敲打一下 這苦澀是解決不了的 蛤 湯姆又不懂了 茂哥的意思是說 先去苦澀之後才能甘甜呀 不將原生的苦澀除去 如何能融入未來的甘甜呢 嗯 於是湯姆這個時候 開始給每個梅子 來一個當頭棒喝 把每個梅子給敲破 敲破外皮的壁壘 才能將苦澀給排解出來 有的敲爛了卻不破 有的一敲就粉身碎骨 果然 這苦澀的青梅要變成甘甜的脆梅 就和人生一樣 不是每一個結果都能成功得到甘甜的呀 破殼之後 接著就是要去苦水啦 茂哥小平方又來了 他說要去除苦澀最快的方法 不是稀釋苦澀 而是給予甘甜來製患苦澀 於是茂哥不惜種枝 加入了大量的紅糖 經過翻雲覆雨之後 讓每一個梅子甘露均沾 每一個梅子享受到了一小時的 短暫甜蜜時光 聽到這裡的觀眾 請記得按讚加訂閱唷 當這梅子在一小時的甜蜜包覆之後 已經吐出來了部分苦澀 這還不夠 想要甘甜 要將苦澀除淨 於是下一個步驟 是梅子的最大挑戰了 水洗加脫水 許多梅子沒能安然度過這一關而破碎了 只能餵豬了 帽哥這時候 要湯姆去把妹妹溫柔地請出來 啊? 妹妹上場了? 秘訣大公開? 湯姆興高采烈地來到後世請妹妹 結果帽哥說 把洗衣機裡已經脫水好的梅子 妹妹出來 要溫柔一點 傻啊!三條線 經過幾次的清水洗淨及脫水之後 梅子已經苦澀淨出 要苦淨乾來了 將飽和的糖水攪拌之後 再將梅子浸泡在糖水之內 接下來就是等待了 湯姆問說要等多久 帽哥說放在冰箱比較快 快的話明天就可以吃了 帽哥還說這一罐是50顆 最慢50天就會吃到甘甜的脆梅了 哈哈哈哈 康姆問說 那就吃完了呀 怎麼知道梅子冰購的沒有呀 帽哥說吃完就是冰購的呀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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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帽哥除了脆梅 還有Q梅、酒梅、梅姿等 聽說下個月梨子出產之後 也可以做甜梨 哇! 期待下次來找帽哥 再次體驗苦淨乾來的過程 今天介紹到這裡 記得用您發財的小手 按讚、訂閱、加關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掰掰